再来再来关心怎么办才好啊 这春雨一直不下来 那现在呢南投日月潭也面临了缺水的状态 可以看到呢整个湖底的垃圾 全都浮出水面来相当的煞风景 而且缺水缺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很有可能还会封闭码头哦 那如果想要民众想要来这边搭船的话 只好说声抱歉了 现在恐怕没有船可以搭了 日月潭原本该是美不生收 但现在湖面却干枯见底了 一撒撒的破船堆积在潭底显得脏乱不堪 因为美雨季到了却不下雨 南投日月潭的水位骤降 供水区的进水只有平常需求的三分之一 尤其是日月潭北侧的湖畔水位下降 到处都是垃圾又脏又臭 让外国的游客看了都傻眼 在我来之前的感觉 现在来的有点差距 因为看到有一点 好像没有水啊 应该觉得应该风景会比较美一点吧 因为今年的春雨少 日月潭的水位已经降到了744.86公尺 如果五月的美雨再不来的话 水位低于742.5公尺就得封闭码头了 将会重创观光游艇业 水位就下降大概三米多 那以至于我们一些以前的一些旧的废弃物 那在水线上不出 美雨不来 游艇的业者非常的担心 切算局也预测缺水的危机不会那么快解除 最快五月会实施夜间的停水 游艇业者更担心 万一生意无法做的话 大陆客加上的本地游客 一天的损失将高达一百多万 中文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